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收看这节晚上11点钟的2300新闻 多一点我是院小婉 新闻一开始带您看今天重要的政治消息 郭台铭搭乘四人专机 站台处女秀献给了言清彪高喊冻算 明华元被周刊爆料拿公堂挺蓝营怒斥要提告 在选前倒数一个月 全台湾菜市场总动员绿营巨头亲自出征 而对于传出导歌说 马英九在中常会要大家别慌乱 宇昌案特征组迅速介入 绿营批评是政治办案 而针对物质事件 绿营执意是栽张抹黑 而国民党说是刘亦如 忙中出错 好 新闻一开始来看 持续战火延烧的宇昌案 看到特征组已经秘密地介入了 就在昨天晚上 特征组已经悄悄地展开了重大搜索 锁定了三件跟宇昌有关的安全资料 待会研究 而介入的速度相当地快 因此民进党说 从12月8号开始 短短不到一个礼拜 特征组就出手侦办 相较之下 这梦想家两亿的争议 从10月底到现在 这两亿元两天花到哪里去 完全没有给个交代 这根本就是厚此不彼 马英九动用所有的国家的机器 来追杀蔡英文 小英财痛批被马政府打压 现在就传出宇昌案 特征组已经秘密出手 13号晚间 举回检察官到国发会教育公文 还锁定其他三件和宇昌案相关资料 引来绿营炮轰 这动作会不会太快 在文件上造假的金建会主委 一个公信力破产的一个主委 随即做了一个预告 那今天特征组脚步还真快 我们要请问到底是谁的特征组 特征组是沦为特定政党 辅选的机器 配合特定政党 对特定的政党发动这种检调的 相关的这种搜索 质疑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不是没道理 从8号宇昌案以方争议 不过短短一星期 谁是谁非还没厘清 特征组就亲自出马 相比之下 10月底爆出梦想家狂烧两亿 大家等了又等 隔20天 前文件会主委圣志人才请辞 而事实真相 关键人物赖声川 又要选后才给交代 这一等 不知又要到何年何月 民进党前不久不是讲说 好多会选的都抓了吗 怎么会办女不办男呢 有没有做 你不必不必 就是这个都是摊在阳光下 有做就是有做 没做就是没做 有违法就有违法 没违法就没违法 要怎么不办呢 处理自家争议 国民党归宿前进 相比宇昌案 司法快速介入 是厘清还是打击 硬报话题 三地新闻做福导 面对宇昌案的风暴 而金建会主委 刘亦如 他现在成了众矢之地 来看看他怎么回应的 民进党团今天案铃控告 刘亦如说 他未造文书 意图使人不当选 而刘亦如在今天傍晚 他再度亲自上火线 开记者会 拿出了好几份的文件附注 他强调会把日期搞错 这单纯是同仁的作业书师 没有刻意的未造文书 他说自己不是政党的打手 就算被告也不怕 这个档案一室里面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 影印板的上面 用中文 当然用中文 因为只是为了自己注记方便 就说这份到底是什么呢 是3月31号的 这个说明会的一个附件 那贴的就贴在这个位置 再次拿出好几点文件 金建会主委刘亦如 再次强调 宇上岸的投资说明会 文件日期会搞错 真的只是同仁作业书师 如果像民进党所说的 这个是要什么 伪造文书 哪有人那么笨 伪造文书 全份的都是英文的文件 然后还去伪造文书 贴一个这个中文的在上面 只是刘亦如竟然还是 把时间措置的责任 归咎给民进党 原来是当初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国发基金 少了一份附件里面的附件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 当初民进党是有责任的 那这个何美越是有责任的 可是究竟现在的这个疏失也是事实 一边说是当年执政团队 把宇昌案搞得太复杂 一边还说现在被告他也不怕 有没有微造文书或违反行政中立 需要司法进入调查 不过刘亦如引发的风暴 恐怕还无法平息 三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一场风暴 看到刘亦如 他亲自上火线开记者会说明了 此外更把矛头指向了何大一 他说何大一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 不过这样的说法 连罗市药厂的营运总裁 杨玉明他也看不下去了 痛批刘亦如未造文书是犯罪的行为 他也痛心台湾生技产业 竟然成为选战的斗工具 宇昌不是九月成立的吗 然后台茂生技后来不是提出来说 要这个国发基金投资十亿吗 那他写出来的这个经营团队的人 就是同一些人 何大一 经济会主委刘亦如亲上火线 当年宇昌生技案先风暴 刘亦如把其中的矛头指向当年书面 评审委员之一的爱滋病专家何大一 指引何大一技术控股 根本是球员兼裁判 冷不住炮轰现任的罗氏药厂营育总裁 更是当年吹声宇昌生技药角之一的杨玉明 不忍心台湾生技产业竟然成为选战的斗争工具 就算人在美国也要把话说清楚 不止杨玉明其实危机解密2007年底 当时就记载杨苏黎向美国国务院报告 认为生技产业是台湾的未来 还高度肯定蔡英文和宇昌生技 对国民党选前猛打宇昌案 杨玉明痛批刘亦如伪造文书是犯罪的行为 不该让蔡英文和生技业 因为马政府打选战沦为无辜的受害者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就算跨海也要把话说清楚 这个说话的人是杨玉明 他是谁呢 他就是宇昌生技的发起人 日前已经出来为小英喊冤了 但是现在刚刚这则新闻报道当中 您看到他的话说得很重 他说刘亦如伪造文书也是犯罪的行为 为什么他把矛头指向刘亦如呢 接下来这则报道带您回忆一下 宇昌案发生至今 这刘亦如扮演的是最关键的角色 他急着解密 拿出来的文件又把八月份的文件 凹成是三月的 真的只是不小心 或真的只是同人出错吗 这一切都引发联想 十二月十二号 宇昌文件在立法院解密 当时刘亦如嘴角自信微笑 但说辞错误百出 速度强调蔡英文签署的文件是三月三十一日 但隔天民进党就发现 同一份文件正本明明就是八月 蔡英文早已卸任赴格魁 攸关未造文书 但事后刘亦如的解释 竟然是审查太赶了 我们是礼拜三晚上回来 礼拜四早上就要去立法院报道 两大箱的资料 就像我讲这几字其中的一箱 然后里面呢 就类似刚才所提到的 有一些资料 真的叫做我们拿出来看 叫做看不懂 宇昌文件中公司名称TiMAD 刘亦如一直翻作台帽 还质疑就是蔡英文家族 所有的台帽公司涉案 但民进党解释 其实TiMAD是台湾医药科技的英文缩写 两者根本没有关联 刘亦如将错就错 国民党顺水推舟 难怪被民进党质疑 专业政务官成了执政党打手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这场风暴 刘亦如亲自站上火线 再度召开的记者会 说明也成为众矢之地 但是民进党认为 光凭刘亦如的力量 不可能运作如此的造假文件 他们怀疑着背后 可能有党政高层介入的可能 一状告上台北地检署 民进党实在不能接受 金建会主委刘亦如 踢爆宇昌案的文件 时间误职 搞乌龙 国民党立委竟然还猛帮腔 刘亦如他因为 伪造 辩造 文书 这个部分非常的明显 林毅市还有谢国良 以及邱毅 意图使蔡英文不当选 告发他们违反总统副总统 选罢法第90条的罪名 大动作提告还不够 民进党开登半板广告 质疑刘亦如只是被推上前线道歉 扛责任的牺牲品背后还有 赢武者 这位党政人士必须要向社会大众解释清楚 为什么要介入这一件 政治磨杀 政治斗争的一个案件 吴敦毅 你要说清楚 你身为行政院长 你有同样的连带责任 你金建会的极机密资料 被泄露出去 你还有这个脸站出来责问蔡英文 外界仅有服务党联手操作假文件 是因为马屋选情告急 国民党高层不得不祭出杀手箭 只是被点名的吴敦毅 似乎切割得很干净 党政高层有藏劲 他让刘亦如是余文第二 谢谢 不管媒体怎么问吴敦毅都不愿 对号入座 毕竟宇昌案扯出造假风波 在风头上怎么背书才有力 吴敦毅摸摸鼻子无声胜有声 三立新闻白刷吴凯成 台北采访报道 看到最后一个镜头 案铃控告 其实民进党今天案铃控告 除了告刘亦如之外呢 还有要告行政院长 吴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因为蔡令仪几天前 在澎湖出席造势活动的时候 她当场说了这番话 她说蔡英文把国家十一亿元 挪到了他们家的公司 而大家还要捐小猪给他们 真的是非常的笨 而对此民进党下午控告她 发言不当 涉嫌违反选罢法 191919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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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12月11号 吴敦毅夫人蔡令仪跨海到澎湖造势 一拿起麦克风精神都来了 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还撂下这段话 有时你对你刺眼后 把国家十一年过去 你早的公司 有了解决 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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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伤选情 违反选霸法 第一时间吴敦颖急着帮老婆挡子弹 我那人是有正义感 但是很善良 他一向不会乱讲话 那一定是有所本 然后才提出来 那如果民进党觉得应该去告 那尊重他的选择嘛 蔡英文小姐就在副院长的任内 也核定 核准 或者同意 国发基金要投资2000万美金 或者5000万美金 这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1亿以上 我没有说他误11亿 我说那个基金到这样子而已 11亿啊 对 我讲错了 因为刚开始的讯息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是口误吗 口误 应该是口误 那你要道歉吗 我若是这个数字有点不对 我应该是道歉的 一时口快惹上官司 蔡英文大方坦诚数字说错了 但吴敦亦强调账户没有错 两夫妻想要合力炮打蔡英文 默契大考验似乎还要再加油 3D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蔡英文今天晚上的最新行程 在选战倒数最后30天了 在宜兰成立了竞选总部大会 虽然气候状况不太好 下着雨不断地飘雨 不过民众还是非常的热情 撑伞也要来听她演讲 现场大约挤了3000个民众 而提到当今政坛 吵得沸沸扬扬的雨昌案 蔡英文则是毫无留情地 批评政府已经沦为选举的工具 蔡英文 蔡英文挺进宜兰一站上台 民众热情呼喊声立刻从四面八方传来 把宜兰跟台北用快速铁路连结 不要绕过基隆 让我们的台北跟宜兰的距离拉近 那么好不好 面对宜兰选民 蔡英文开口端牛肉 但对连日来国民党狂吊的雨昌案 却发生时间错置的乌龙 蔡英文更是拉高分被炮轰 带到国民党痛叫蔡英文大反攻 但选举不只有口水 也得关心民众的实质生活 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 我们的南北差距也很大 又何况东西的差距更大 所以我们的台湾 事实上是一个台湾好几个世界 蔡英文台上火力开奖 就算天候状况不佳 民众撑着伞也要来力挺 因为每一句话都讲尽民进党支持者的心坎力 蔡英文综合报道 回顾一下蔡英文今天其实白天的行程 已经正式启动了全国菜市场日了 要从今天开始由他跟党内的大佬分身 到全国一千个菜市场 拉扫接拉票寻求妇女的支持 虽然今天还是一样下着雨 但是蔡英文穿上了防水夹克 她照样走行程 但是可能是因为看到人多就太兴奋了 致死的时候一时之间口误 蔡英文把去菜市场拉票说成是买票 接下来赶紧的改口说我们没钱去买票了 是去菜市场买菜败票 选战倒数三十天 蔡英文启动全国菜市场大扫间 板桥这个市场 蔡英文选五都新北市时也来过 菜饭妈妈好像看到老朋友 台北下着雨 蔡英文防水夹克套上市场来回走两趟 婆婆妈妈批命挤进来想握手 民众贴身接触 这可苦了国安单位 至少十个维安人员围绕小英身边 开路 事实党人 神经超紧绷 你来 出发前蔡英文亲自宣誓 要和党内大佬各地竞选总部的主委们 协力跑完全国一千个菜市场 可能太兴奋 居然把拉票降成买票 以前上菜市场是买票 现在上菜市场是败票 买菜 还有拜托支持蔡英文 我们是不是也去买票的啦 我们去买菜 现在是我们去败票 民进党启动巷弄战 和民众贴近距离也锁定妇女票 而就在晚间 马总统则是来到了彰化的花坛 参加一场向工商界募款的餐会 其间马英九除了寻求地方工商人士 继续的支持他选连任 还强调了自己的清联 借此调侃前总统陈水扁 张华必胜 马上转油 张华地方部分工商界人士齐聚花坛香 齐开两百桌 力挺马英九竞选总统连任 张华必胜 出席 马英九上台致辞 依旧抓紧机会推销自己的施政成绩 除了社会福利补助跟年金政策 马英九还强调自己很清廉 马英九暗示绿营有贪污的例子 不过对于对手蔡英文陷入雨昌案风波 公开发言时 她还是没有任何评论 稍后马英九在台下向地方人士一一致意 持续搬甘情 也博选票 三日新闻 郑明堂 SNC小组 张华报道 此外马总统也来到了张华的天后宫 但是现场却是张华第一选区立委 三名参选人都来到这里了 像马总统 他们做的不是支持 而是呛瞎 民进党立委陈静丁抗议雨昌案 而无党籍的立委林一邦 则是抗议党内初选不公平 还动员了将近两百个人 瘫痪天后宫 现场一片混乱 又喊动算又是推销 现场一片混乱 马总统晚间形成到张华天后宫 只是还没有到没有门口 现场民众开始呛瞎 警方又是吹哨 又是搜证 非常紧张 一位无党籍立委参选人林一邦 就是不满国民党提名另一个王惠媚 率众来抗议 马英九不应该拉走 我们也没在手 要不然他死掉 他自己负责 动员将近两百人几乎把现场瘫痪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陈静丁也和支持者要马英九为雨昌案道歉 马英九妙喉走透透 在张华遭遇第一选区三个参选人较劲 服务院行程混乱结束 三天新闻张华做报道 今天国民党的行动中常会也开到了张华去主要是要固守中台湾的选票 而面对上个礼拜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造访张华的时候 频频传出了有基层倒戈的声音 马总统他今天在行动中常会中 不断对党员喊话 他要大家不要慌 全力冲刺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这回医师张华举行固守中台湾选票意味浓厚 张华已经越来越成为中部基础的纵盾 大家做准备啊 大家一定要卯足全力冲刺到底 我们相信我们有信心能够获得胜利 马总统高声几乎要稳定军心 毕竟张华日前频频传出被民进党挖墙角 像是张华田中乡长郑俊雄以及方苑乡代表林济明 一度要倒戈支持对手蔡英文 无落偏逢连夜雨除了面对同志被拔庄危机 党内也担心习日老省长宋楚瑜参选 分裂泛蓝选票 党员们大吐苦水跟直言辅怨党的政策文宣根本没有深入基层 希望不要只有在重视大型文宣 类似一架大的轰炸机就这样从天空飞过去 希望能够也加强在基层组织的文宣 民进党在这方面非常厉害 基层党用话说得很直 骂总统低头猛抄笔记 选战倒数一个月要改进可得把握时间 赞利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好继续来看一下苏家全农舍的争议延烧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今天终于传来这个消息 屏洞县政府根据了农委会的回函认定 苏家全的妇人红横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 因此苏家全的农舍是合法的 不过农委会却开记者会说 是县政府过度解读 只是从农舍事件爆发 而农委会前后说辞反复 现在连农舍到底合不合法还在玩文字游戏 绿营痛批此举本本是在模糊焦点 而至于苏家全他自己在走行床的时候 他再度强调他的农舍自始至终都合法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家全来到 户籍地台中风源区的菜市场拜票 不不妈妈们超热情 这次的送上粽子包粽萝卜好彩头 还有人送蒜冻蒜送凤梨往往来 苏家全笑容满面 不过一问到农舍争议立刻收起笑容 我的农舍自始至维都是合法 这一点我一直是非常的坚信和清白 那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 我们就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会继续努力来打这一场选战 那我们也希望公民党把一场高谷调的寻战 不要用抹黑照样的方式 13号屏东县长曹启宏拿出农委会9号的回函 这就苏家全农舍农地一切合法 但先前苏家全为了避免再被对手炒作 早把农舍捐出去做供应 才以为事件告一段落 农委会上午又大动作开记者会 说是屏东县政府对回函过度解读 苏家全不再回应 那给谢谢啦 苏家全上午市场拜票 下午依旧停留在风源改采车队扫街游行 回房冲刺中台湾 固守选票意为浓厚 不过一路上先是阿贝点鞭炮点不着 让维安紧张 接着车队前头又有机车车祸 意外插取不少 参讯目前张展志欧 县力SNG小组海中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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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